當你臨睡顧著看影片 一起床又馬上看手機 很可能已經錯過了一種身體潛能 Folks! All the hard work we do It doesn't exist In the morning 即使你沒有什麼印象 法夢幾乎是每一個人 每一晚的必經階段 法夢不單止幫你調節情緒 激發創意 甚至幫你解決人生疑難 We need more hits 只不過收不收到法夢給你的啟示 並不是靠彩數 而是有一連串具體方法 到底人類做什麼要做夢 想善用這段法夢時間 我們有應該怎樣做好? We all have bad dreams But what do they mean? Van Gogh once noted I dream my painting and I paint my dream Dreams inspire us They can drive us forward We dream, therefore we are 歡迎來到迷途書房 我是華安 上年差不多時間 我們就出了第一條片 講解報復式艾野 是怎樣危害我們的健康 出片之後收到不少觀眾留言 想知道多些睡眠科學 今集介紹這本書 我們為何會做夢? 就專門回應大家的想見問題 到底人類是怎樣進入夢境? 發夢除了給你機會 還有什麼實際用途? 如果想製作發夢啟發自我 解決疑難 又有什麼具體方法? 不經不覺迷途書房 已經做到第十集 想支持製作更多這類健康資訊節目 記得多點留言和訂閱我們吧 夢境的出現並不是古人認為先人或神靈發訊息給你 而是來自大佬的電活動 即使沒有外來刺激都可以自然發生 之前提到人類睡覺主要有兩種模式 無論你在什麼睡眠階段都有機會發夢 而且當你睡得越少就會越快發夢 想成功進入夢鄉通常要幾個條件 第一身體會釋放兩種神經傳遞物質 禁安算和按機定算 不讓我們分分四圍動 第二負責理性邏輯的大佬執行網絡會暫時關閉 令我們可以接受TMA行空的想法 最後大佬會打開想像力網絡 作者形容它好像大佬裡面一股暗黑能量 幫我們憑空想像不同故事 有趣的是即使由Nokia 3310到iPhone 16 發夢時的情景原來都是差不多 不太受地區文化和年代影響 上世紀50年代有份問卷調查一班日本和美國的大學生 即使相隔整個太平洋 他們最常見到的夢境都很類似 50年後中國和德國都做了類似調查 結果都是差不多 作者就推斷發夢的內容一早儲存在基因裡面 所以都會有一定規則 好像極少做些需要邏輯的東西 包括計數、看書、寫東西 通常聚焦在情感和社交關係 所以當大佬想透過發夢給啟發你 通常都會用畫面表達 而不是直接給答案 詳情之後都會提到 不單如此 很多人認為睡覺是給機會大腦休息 但科學家對比腦電波後 發現大腦的活躍程度和清醒時是差不多 到底發夢時大腦在做什麼呢? 正如睡覺一樣 發夢之所以一直跪傳下去 自然有它的功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發夢見到自己做錯事 見功遲到說完笑話 當你醒來後有種鬆一口氣的感覺 發夢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 預演一些日常可能會經歷的尷尬和壓力事件 提醒我們早點準備 淡化負面情緒 發夢還可以活化大腦負責管理情緒的邊緣系統 提升社交智商 令我們跟其他人相處得更好 有研究更加發現 假如學生成約發夢要考試 他們的成績會平均高20% 據統計小孩發惡夢的機率 比起成年人多5倍 但即使是發惡夢對我們的個人成長 都很有幫助 當發夢被人追見到怪物 面對一連串生命威脅 其實是一種我和他的戰爭 藉著一個又一個的惡夢 從而培養自我意識 訓練我們的心智 心臟捧著 作者還提到原來某些夢境 可能與身體疾病有關 好像思覺失調患者 除了經常發夢見到動物 動物之間還會互相聊天 精神科醫師卡薩特金 就用了30年時間收集夢境 後來還出版了夢的理論 主張身體的疾病 是會影響到夢境內容 好像有位胃炎的病人 整晚都會夢到惡心變質的食物和嘔吐 有個人還夢到有老鼠咬穿肚 後來經過診斷 真的發現有繪揚 與普通發惡夢的分別是 這種夢會持續整晚 而且會與身體某部位有關 只不過想進一步找到兩者關係 還需要更多研究實驗 除了發展獨立心智 與之身體疾病 發夢中一個強大功能就是提升創意 用另一種角度看問題 好像之前有集提到 人類有兩種思考模式 一種是線性模式解決問題 另一種是發散模式 幫你think out of the boss 睡覺時我們能夠無限制地打開想像力網絡 衍生一些從未想過的idea 好像法學家門德烈夫 他就用了很長時間 想把宇宙已知元素排成一個表 話說有次他就想到睡著 居然在夢中找到這些元素排列 還把這個神奇體驗寫在自己的論文上 The story goes He had an extraordinary dream He saw almost all of the 63 known elements arrayed in a grand table which related them together 看回人類一些重要發現 好像縫印機 DNA雙螺旋結構 這些靈感都是通過發夢得出來 問題就你了 既然每晚我們都會發夢 怎樣才可以用到這種超能力呢 要用到發夢的創意潛能 是要記住昨晚發了什麼夢 我們一定要記住每一個步驟 作者提到一個簡單方法 就是臨睡前跟自己說 我會發夢 我會記住自己的夢 將它寫下來 看起來很無聊 但研究真的發現 只要你這樣自我暗示 真的可以提升記住發夢內容的機率 另一個關鍵時間就是剛剛睡醒的時候 因為身體的血清素和腎上腺素會不斷地湧上來 令你很快清醒 忘記發了什麼夢 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馬上看手機Message 給自己一兩分鐘時間想起昨晚發夢做過什麼 作者就說 只要持續堅持一星期 就可以開始記得夢境 用一種超現實模式開拓我們的思維 歷史上還有一些藝術家會刻意利用這段半睡半醒的時間做藝術創作 譬如創作脂肪指那款面具的藝術家達利 就會在創作時用拇指和食指拿著一串鎖匙 下面放一個盤 當差不多睡著的時候 鎖匙撞到盤就會叫醒它 他就馬上把記得的畫面畫下 後來巴黎大佬研究所就嘗試實測這個方法 首先給一組數字序列題目 看看參加者會不會發現快速解題的方法 萬一解不開就會給他們20分鐘用類似達利可套的做法 結果發現這群進入半夢半醒階段的人 找到答案的機會 比其他人多三倍 研究人員還說只要有一分鐘的入睡狀態 已經可以增強到洞察力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都試一下吧 法夢一直都是人類史上其中一個又有神秘色彩 又有很多人想搞清楚的題目 今集就當是一個簡單入門 如果想之後了解多些 記得留個emooji投票 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對法夢還有其他問題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ahí 我們下次再見